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2011年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南非开设了首家航空培训学校 南非爱维国际飞行学院希望为国内紧缺的飞行员市场培训储备人才 吴惠文告诉我们他刚来到南非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识意 高空飞行常常会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突发情况 吴惠文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直飞一种新的仪表布局的飞机 在机场降落的过程当中由于经验不足 过分注意飞机的姿态和跑道距离而忽视了进进速度 结果到接近跑道的过程当中速度过低 飞机瞬间从离地面五米的地方开始急速下降 还好一旁的教官反应非常快 赶紧把这个油门推了一下 执行复飞程序 如果要是晚推这个油门两三秒的话 飞机可能就会从五米的高度相当摔在地面上 后果将不堪舍下 随着中国航空工业和航空运输的发展 国内民航飞行员的培训工作也是逐步与欧美接轨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将有机会享受飞行的乐趣 实现自己当飞行员的梦想 目光在聚焦俄罗斯 今年一年俄罗斯卢布大幅跳水 让当地的华商很受伤 你看画面上的这位是旅居莫斯科的华商吴云霞 他正忙着打电话联系中国国内的厂商 讨论年底结算的事情 现在俄罗斯卢布贬值贬到这种程度 我们现在真的是收不上来钱 即使收上来钱 我们也没办法把它现在再给你们汇回去 现在汇回去 这个卢布现在等于是一半一半的 过去的一百万现在变成五十万 吴云霞2000年来到俄罗斯 在莫斯科做手机配件生意十四个年头了 这些年虽然在经营上也遇到过一些挫折 但都挺了过来 近期由于卢布持续贬值 收回的货款兑换成人民币之后 那是严重的亏损 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年最损要损失五百万左右 特别这个手机壳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可消费可不消费的东西 再来看这位 他的名字叫做李远 今年21岁 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大二的学生 来俄罗斯求学已经有两年了 与一年前不同 他现在去超市采购 总是要货比三家挑最便宜的买 就比如说这吧 平时我喜欢喝这个牌子的那个牛奶 以前在卖三十卢布 现在已经涨到了六十 据了解 2014年 俄罗斯通货膨胀率 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百分之十一点四 导致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急速上涨 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 也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侨华人 把钱要存起来 节省开支 以备不时秩序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卢布汇率目前已经基本稳定 今年有望不会再出现剧烈的波动 在这儿 我们也祝愿在俄罗斯的华侨华人 顺利渡过难关 早日恢复元气 迎来扬言美好的开端 目光聚焦安格拉 由中国成建的安格拉 本格拉铁路重建工程 在去年全线完工 而中国工人也为此付出了 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你看 画面上是安格拉铁路的中方员工 赵生科和李定书 专门负责 在洛比托港的物资保障中心 看管从港口卸下的货物 为了防止被盗 他们每天24小时轮班 在这座高塔上昼夜值守 一座就是一整晚 他们不仅要忍受 漫漫长夜带来的孤独和煎熬 更有前所未有的挑战 等着他们 由于临近一个大夕阳 这儿的蚊子特别多 但是为了看守物资 晚上几台大灯 是必须全部打开 被蚊子叮咬 就成了家常便饭 猪子之外呢 经常被各种毛骨悚然的虫子偷袭 也让两位师傅心有余悸 李师傅说的这种飞虫 名字叫做隐翅虫 主要出现在靠近大西洋的本格拉地区 通常会在人的脖子胳膊等 这样一些暴露的地方叮咬 轻则导致皮肤弘扬 重则皮肤会完全溃烂 而为了避免蚊虫的侵袭 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 两位师傅从来不敢穿凉血 来 安格拉专宴已经三年多了 已经结束任务的两位老师傅 也即将返回中国 尽管在这里的日子是一场的艰苦 但两位师傅还是有些舍不得 毕竟这个陪伴他们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塔楼 还有身向远方的铁轨 都倾注了他们太多的感情 目光再转向美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叫做谢善真 今年86岁上海人 他15岁参军 是中国语言一名义店员 1928年谢善真生于上海 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 自己排行老五 因为家境困难 再加上小的时候 曾经受到过日本人的欺负 15岁那年 他便从上海跑到了重庆参军 我刚进去的时候 他们叫我小鬼 心里面又不高兴 后来才知道了 他们很喜欢我的了 讲到当义店员 谢善真说 刚开始自己还很不情愿 因为做义店员 就意味着不能上前线打仗了 觉得很失望 不能打日本人 很失望 现在回想 他们对这个小鬼还不错 1945年的8月份 日本宣布投降 谢善真也复原回到了家乡 几年之后 30多岁的谢善真决定孤身赴美 为了完成学业 谢善真在美国边打零工边读书 学习电脑软件 最终找到了一份做精密仪器的工作 尽管经历过战争 在美国的生活也很辛苦 但谢善真总是感恩 他说 自己的一生都很幸运 虽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50多年 谢善真的却一直珍藏着当年复原时的证明书 他说 自己参军抗日的这段经历 是他一辈子的财富 比起家里的那些瓷器雕塑 他更想把这段记忆传给子孙 让他们牢记历史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 还在读书的大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去实习 是很常见的事 但是却也存在着很多实习生 做大量的工作 却拿不到一分钱的现象 有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决心用自己的力量 要改变这种状况 她是谁呢 她的名字叫做陈柯林 今年24岁 正在墨尔本大学读法学博士 她曾在墨尔本的一家出版公司做实习生 按照公司的规定 实习生既没有工资和保险 实习生创作的作品也不能署名 这让陈柯林感到非常的失望 随着了解的深入 她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各行各业 都存在这样的企业 广泛招募实习生 却不提供任何报酬 甚至有的公司只要一满三个月的时间 就换一波实习生 于是陈柯林和朋友创建了澳大利亚实习协会 这一方面呢 帮助学生获得适合的实习机会 另一方面通过宣传 促进政府完善劳动法 保障实习生权益 陈柯林说 澳大利亚执法机构啊 在监管企业招聘实习生方面 的确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漏洞 他们曾经调查发现 有60%的年轻人 都曾经做过两份或者是两份以上 没有薪水的实习工作 陈柯林说 他们希望引起社会重视 政府尽快采取措施 推出相应的项目 解决这个问题 眼看着春节马上掉到了 为了迎接农历扬年的到来 海外的华家华人们 也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我们来看新加坡 前不久 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 举行了亮灯仪式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三阳开泰牛车水 五福林们迎新岁 338盏以洋为造型的灯笼 连同悬挂着的1500个巨型金币 把街头巷尾装饰的是喜气洋洋 除此之外 街头还摆放了三个十米高的洋造型灯组 这是由13名新加坡大学生设计 由45名中国成都工匠 花了40天的时间制作和布置而成的 那边新加坡的牛车水是张灯节彩 这边美国是大熊猫 喜迎新春 来看 这参态可居的熊猫表演 是旧金山首届 熊猫国际文化艺术节的表演现场 来自中国四川的演员们 给旧金山民众带来了 以熊猫为主题的杂技表演 民族舞蹈还有魔术表演的 目光在转向中国 来看一个音乐电视的片段 这就是由山东词作者王健创作的北京时间 一经央视网播出就赢得了不少海外华人游子的好语 此作者王健说 北京时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和在法国留学的儿子的交流 王健习惯晚上创作 孩子在法国的那段时间 王健几乎每天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 在北京时间凌晨的一点钟 也就是巴黎时间下午的六点钟 和刚刚放学的儿子在网上聊上几句 在异国求学的儿子告诉他 在自己的心中时差永远不会电脑 更不会因为几年的流法时光 而忽略或者是淡化了祖国的时间 这番话让王健是忽然觉得 北京时间永远和中国人心脏的跳动重步 于是创作了这首以北京时间为主题的歌曲 我把目光再转向哥伦比亚 为了庆祝中国和哥伦比亚建交三十五周年 前不久来自中国天津的青年经济团 特地来到了首都波格大的科隆剧院 献上了中国国队艺术兴剧表演 让哥伦比亚人近距离的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演出当晚闹龙公 石玉镯和稻仙草三段剧目 赢得了观众的这类掌声 好 我们再来看巴西 今日巴西圣保罗接年有两名华人遭枪击身亡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对此高度重视 副总领事胡英等人 与日前赶赴圣保罗刑警总局了解案情 敦促警方 尽快破案 尽打凶手 圣保罗近期专行事严峻 华人遭遇拦路抢劫的案件更是时有发生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因此提醒广大华侨华人 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好 目光再聚焦意大利 2015年的春节就到了 很多中国公民选择了出镜游来享受假日 为了使广大中国游客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特别提醒春节期间 前往意大利旅游的中国公民要做好出行准备 掌握目的地的有关信息 出行前要办理好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 关注当地的治安情况 风土人情以及天气状况等信息 加强风险防范 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除此之外 旅行期间要加强文明出游的意识 了解当地民众在行为举止 衣着饮食等方面的风俗和禁忌 比如说 意大利人忌讳数字13和星期五 认为这是不吉利的象征 还有意大利人忌讳别人用目光 紧紧地盯着他们 认为这种目光盯视是对人的不尊敬 可能还有不良的企图 另外 意大利使馆还提醒中国公民 要闻名出游 展现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 如果在意大利期间遇到了紧急情况 您可以和当地的使领馆取得联系 好 目光再转向澳大利亚 春节就要到了 很多人准备利用假期去澳大利亚旅行 不过中国驻澳大使馆 近日特意提醒打算赴澳的中国公民 注意遵守有关签证方面的规定 首先要留意签证的签发方式 现在澳大利亚的签证通常都是电子签证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所以请注意查收您的邮件 最好在赴澳时带上一份用纸打印好的电子签证 以防检查 第二 持有人要注意必须在签证有效期内入境 在截止时间之前离境 另外还要注意及时更新个人信息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的住址发生了变更 请尽快再现更新 目光再转向中国来看画面 前不久中国外交部举行了 中国领事保护与领事服务 回眸2014启航2015国内媒体吹工会 最介绍2014年内地居民出境人次首次破役 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这一新形式 外交部领事司全力打造了 中国领事保护和服务的升级版 包括去年9月开通的 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12308热线和开通领事直通车微信等等 领事司的司长黄平表示 2015年外交部领事司将继续推动 中外人员往来便利化 同时为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 支牢安全网更好的服务海外华侨华人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在好莱坞每年都会诞生很多的明星宠儿 而在他们的后面却有着一个庞大的幕后队伍 这些幕后人员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打造了梦幻的好莱坞呢 好 走进今天的华人故事 好莱坞位于美国洛杉矶市区西北郊 是世界著名的影城 也是世界级的造星基地 在好莱坞每年有上千余步的影视剧作品出炉 有人说这里是永远不缺乏机会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延 就是一个有着好莱坞梦的人 作为一名幕后的服装主管 刘延的一天是从研究剧服开始的 这款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快要做完了 所以就现在要等看最后的立体效果是怎样了 这是刘延正在为即将开拍的美国队长三设计的演员服装 因为我参加过美国队长二的拍摄 所以这自然而然就是美国队长三 还是愿意用人班人马 这样在沟通上就很容易了 在美国队长二中 主角史蒂夫曾经在冰冻的海水中沉睡了七十年 醒来后不久就被神盾局招募 并加入复仇者联盟 片中的角色设计了大量的近身搏击 综合格斗等动作场面 为了制作合适的戏服 刘延绞尽了脑汁 因为有些面料它既要说有弹伸缩性 不是说两面又一共四面都要有这种伸缩性 而且我们采用各种不同的就是技术手段 给它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在一些花纹或是加一些其他的处理 会让它看起来立地感更强一些 对于即将开拍的美国队长三 刘延说挑战会更大 为了有别于上一步 刘延续要制作出更加新颖的服装 配合人物角色 为此他特意收集了很多中世纪骑士的照片 看他的指甲的机体怎么去保护手指这些 他都做得非常新 他这些都是金属的盔甲 可是在现实中呢 真正是让演员穿这些拍戏的动作是很难的 所以要怎么样达到同样的效果 用什么样的材料 得到同样的视觉效果 这就很重要了 所以在找这个材料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最辛苦的 作为一名服装主管 从筹备期的服装的面料选择 款式设计 再到辅料配饰的搭配 每一项留言都要巨细无疑的亲自操刀 除此之外 影视剧开拍后 作为服装主管的留言 还要突发情况的发生 非常琐碎 就是有一点想不到的话 那比如说像我们拍那个阿凡达的时候 那个导演James 他就说 那我现在要演员 要拍他那个有长头发 我要让他有那种感觉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买 说我十分钟就要 我现在重新摄影机换位 我下一个镜头我就要拍这个 来不及了 那只能说回我们的库房 看我现在手头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利用的 之后就把有一件那个T恤衫给剪了 然后就是给他 把这一个那个很软的那种细绳子 然后给他把它编起来 然后再留一些长碎碎 就感觉是他的头发在飘逸 然后导演就非常满意 从2005年进入好莱坞以来 从现代时装剧三维电影 到公园前的古埃及 16世纪中期的欧洲女巫 再到两次世界大战等影片的拍摄 短短的十年间 刘延已参与了将近40余部影视剧的幕后创作 他曾经参与辅助设计的影片 爱丽丝梦游先进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奖 3D的成分就是很大 当时我们是从荷兰进口的这些感应器 就像一个小火柴盒这么大 但每一个感应器就2000多美元一个 因为这身上很多重要的关节 我们都要放这些感应器 最后是26个感应器 所以这套服装是非常贵的 但每个演员必须他要有两套 有一套备用的 然后这个我们每天都要送出去干洗 然后送回来以后 每天要两个人花45分钟时间 把这些感应器还有这些线全部放进去 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过程 在拍片过程中 像他的导演Tim Burton 我是那剧组的唯一的华人 我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会记住我名字 直到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 然后扭头到我这边来跟我握了架手 说Michelle真的是很谢谢你 没有你我们这片子拍不成 这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 作为一名服装主管 每天不到八点 刘延就会出现在好莱坞片场的服装间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晨夜间 只是众多服装收纳室的其中之一 成千上万件戏服 犹如编码一般被刘延刻在了脑海中 这些是刚刚从英国我们收回来 收到的这些用回来的一些衣服 把那边镜头刚刚拍完 那现在我们要准备在下一步的一些镜头 那像我们这些都是说有分男装 然后还有这些女装 然后到这边呢 我们还有说关于是非洲的 像我们要准备拍一些非洲的镜头 所以我们要把你看有些非洲特色的衣服 我们知道事件都准备好 我们得知刘延做好莱坞服装主管之前是一名数据分析师 隔行如隔山 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的他如何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的呢 我们还要将故事从头说起 刘延1967年出生于北京 小时候性格是比较闷闷的不太爱讲话 就是跟在大人后面走 高中毕业后 刘延听从父母的安排 考取了北京联大经济管理学院 学习外贸专业 毕业后 先后在国企和外企工作 27岁时 刘延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攻读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 刘延成为了一家美国食品公司的高级成本分析师 过上了每年六位数年薪的稳定生活 实际工作用了两个小时 其他时间觉得没事干 可是这工作太稳定了 就是每天在那就可以翻翻杂志 看看别的食物 当时我就觉得 这资本主义大锅饭也蛮好吃的 但是我真是有点不太安逸现状 所以 因为就是太安逸了 我觉得没挑战性 每天四点钟下班 不到六点钟以前就做到电视前 就像标准的美国老太太一样 一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 一边是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 流言性中强烈的冲突 终于藉由一次鼻痘炎并发症爆发了 因为吃了太多的这些抗生素和不同的止痛片 我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各种药物的实验品一样 所以我的整个的内分泌全部都失调了 就我连喝水我都想吐 流言拥有一米七二的身高 突如其来的疾病 让它仅剩下了八十斤的体重 那会儿真的就考虑说生与死的这些问题了 然后就想说那我也拿到学位了 也做到很好的职位了 够我父母 他们就为他们自己骄傲的了 所以我说那后面的路 不管是有多长 那我为自己好好活活吧 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 因为流言从小就有着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利用下班时间 流言报名了圣塔莫尼卡城市学院的 两堂绘画色彩学课程 就是在我学绘画这个过程中 每天可以坐那六七个小时 可以不动 就在那填这些色彩 画这些画 还真是就帮我把所有的这些 止痛片 所有的药 全部都丢开了 随着身体的好转 流言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道路 他发觉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三十多岁的他决定辞去高级分析室的职位 重新走进课堂 从零开始学习服装设计 更加十几岁 二十出头的这些年轻的学生 我是真是很难比 就真觉得要笨鸟先飞 就是自己会很努力 但是真的也是很吃力 尽管起步晚 流言却不甘落后于人 他大量研究美国流行服饰的用料 以及每一处设计细节 经常画图到深夜 在递交毕业作品时 这个在出国前从来没有穿过牛仔裤的中国女孩 居然递交了一套西部牛仔作品 上午我是没用普通的布料来做 我用的全部用的装饰布来做的 当时我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是Gas的非常高的一个设计师 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级别了 我们俩同时竞争这西部牛仔女郎的这个主题 到最后他就不得不放弃了 他说女士长你的你的作品太强了 我退出这闺女了 因为独特的构思 刘烟的西部牛仔女郎在洛杉矶时装周走上梯形时装台 并与众多著名设计师的作品同时登上了加州服装新闻 毕业后刘烟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 成为了一名影视剧组的服装主 付钱付得很低 当时是加州的最低工作标准 4块2毛5一个小时 但是他们只付给我8个小时时间 但是我是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 就为了学习多拿经验 比如说像这一件 这都挺好的西装 但是我没提前给它做旧 因为我们要拍那个就是大波炸的镜头 所以那个大楼倒塌呀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提前实现做旧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好乐屋工作 真的是很不错 那都要接触很多明星 是我们是接触很多明星 但实际上我们幕后这些人员的工作 也是非常辛苦 不管刮风下雨 风吹雨打 也都是都要整 就是要把提前把这些工作准备好 可是又觉得说 当真正看到荧幕到后面 有字幕的时候 看我们名字在上面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很兴奋 一切所付出的努力 这些辛苦工作都是值得的 工作中的刘炎喜欢挑战自我 生活中的刘炎也有着平静外表下 一颗不羁的心 业余时间 刘炎最喜欢的是骑马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狂野的这种 方面就把它释放出来 就真的觉得融入大自然 跟马就融成一体 其他什么反马就都没有了 摄制组即将离开的时候 刘炎说 骑马就如同他的人生 他喜欢迎接不同的挑战 好了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只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